聖經中講到耶穌行使神蹟, 原文希臘文並不是寫神蹟,而是寫一個徵兆。 當我們看到聖經中出現某種徵兆, 我們就知道耶穌在那裏行使神。 所以,我們必須看見神蹟, 並不像一些神蹟, 我們必須看見神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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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邀請朋友, 或是廣大群眾, 或是請新聞媒體來報導。 幸好, 有很多人不明白神蹟, 又過度強調。 我必須忘記, 當我在亞典讀大學的時候, 某一個教堂, 某一個聖像畫, 出現神蹟, 可能有淚水湧出。 我記得我在雅典讀大學的時候, 某一個教堂, 某一個聖像畫, 來到, 某一個聖像畫, 你會不會有淚水湧出。 我姓, 那些人沒有看見神蹟。 他們也說, 是否有淚水, 或是否有淚水, 或是否有淚水, 或是否有淚水。 其實, 那些人沒有看見神蹟, 四十四度之下, 他們沒有看見神蹟, 為了聖像話, 主義的聖像是聖像話。 主義的聖像話, 主義的聖像話, 正常人造成人嘲、聖像話。 是因為聖像話, 聖像話, 看能不能流出聖像話。 有什麼上方出現, 或者是風, 或者是哪裡有移動。 但是在炎熱的夏天中, 沒有人專注在聖禮, 聖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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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禮. 聖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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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禮是在天或森地, 聖禮, 聖禮是在聖禮在聖禮上, 聖禮是什麼後來93x1た後? 因為有些人變得健康, 這並不代表他永遠保證他有這樣的果效。 例如,當耶穌被捕, 結巴化了聖聖 conseil, 被捕的跟來侍為一堵聖聖門的稱呼。 等於放送這些的時候, 而救了聖聖人。 但是不是用薪酪話、 求聖聖先生來說頭配服。 他用掛下聖聖 mustache。 使徒彼得把羅馬士兵的耳朵砍下來, 然後耶穌又抑制了他的耳朵。 這也不代表羅馬士兵從此改變了, 說耶穌敬布,謝謝你, 可是他還是繼續逮捕耶穌敬布。 另一件事是,耶穌醫治癱瘡的人。 另一件事是, 當我們請求神蹟, 我們必須要謙卑地來祈求。 我們常常祈求, 但是我們都不得應許。 現實狀況就是這樣, 多少是我們祈求很多事情都沒有發生, 如我們所願。 這是一個深度的困難, 在我們的腦裡, 在我們的信心中, 是一個困難。 是一個沉重的十字架。 今天耶穌跟使徒說, 如果你們的信心像芥末子、種子一樣的話, 那就可以將這座山移到另外一座山。 但是我們必須要明白耶穌說的, 如何。 我意思是, 這次耶穌在這時, 也要明白耶穌的說法。 這次耶穌在這時, 也要明白耶穌的說法。 叫做完成耶穌所講的, 這就是耶穌所講的, 就是耶穌所講的, 就是尤其是有道理的。 耶穌所講的, 這就是耶穌所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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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好像我們所講的, 與公以山。 並不是說耶穌要叫某個人來一山, 而是套用在這個領域中。 雖然我會寄你一個網絡來看, 我認為在歐洲十世紀, 在歐洲, 聖書在那裡做了這個, 因為俄羅斯在那裡說, 如果你不做這個, 你的聖書說你必須做這個, 而如果你不做這個, 就代表你不相信, 我會殺了所有聖書在歐洲。 但我會把這個故事送給你, 耶穌說你可以移山, 那這個, 祂所講的並不是說, 你移山就是好玩而已。 例如, 如果耶穌說信心大, 可以移山, 那我們就看誰的信心大, 我們叫他來移山好玩, 並不是神經是為了好玩, 或是在炫耀。 其實, 魔鬼也想逼耶穌行神經, 來炫耀一下。 那這個意思是, 那你就是從山頂跳下去嗎? 那如果你是神的兒子, 那你就是在叫祂炫耀。 你會照顧到山頂跳, 你會照顧到山頂跳吧。 那你會照顧到山頂跳, 所以